你 你当个试试 你 大姨妈每个月来串门的时候 你体会过吗 你别嫌疼 生孩子的苦还在后面呢 你坐完月子 要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 皮肤要保养 身材要保湿 稍不留神 你老公就会嫌弃你 前面有领导同事各种竞争 后面小三小四回锥底结 没事还要弄个什么红颜知己 弄得我们心里焦瘁 我对了 你不光嫌弃我们 你稍带点 小孩吧 咱们妈都给嫌弃了 我们妈辛辛苦苦半辈子 把我们养大 终于等到我们要嫁人了 还以为幸福的小生活 再向自己闺女招手呢 万万没想到 这茫茫任海章 遇到你这种人渣 不是 你说 你别跟我谈真爱 你想裸婚 那是因为裸婚 符合你的现实利益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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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让主持人打断她 你敢 都说 妈把自己女儿 当招商银行 其实没有哪个妈 指望自己女儿 招商引资 挣大钱 但我们不能是一个 投资银行吧 我们的妈只希望 自己的闺女 在这个城市 有个落脚的小窝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你总说你有多辛苦 你有多不易 你多有才能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 才能攒个首付呢 你别瞧不起 人家山鸡男 我觉得啊 受死的凤凰 还不如鸡呢 好歹人家也有个鸡我 你说谁鸡呢 说谁鸡呢 不是 导演怎么回事啊 咱 咱不是这么说的吧 导演 十号女嘉宾 我们都理解你的情绪啊 我们理解 我们是在传播 你只要不拿到哪个房 你们就攻击我们 你们拿会儿扎我们 这对吗 对吗 这位男嘉宾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 我只是说你自己 你别牵连着 其他的男同胞 说白了 这全天下 瞧不起你的 只有你自己 那 那像你说的 嫁的女儿 就跟做买卖似的 那跟古时候 卖闺女有什么区别 又没让你买别墅 只是付了一个首付 人家把女儿 都已经嫁给你了 我还要跟你 同甘共苦地还贷款 人家都这样了 你竟然跑到 这全国观众的面前 去为自己喊冤 我想采访一下你 到底谁给你的底气 谁给你的信心啊 我不知道你前丈母娘 听到你刚才的 无耻言论会有 什么样的想法 但如果是我 我恰死你的心都有了 那 那你 你还把灯留着 太过分了 你太无耻了 你瞎说 我瞎说 来 请安静一下啊 我瞎说 瞎说 我瞎说